中国王线 感动内蒙国 2019网文物 刘凯传讲词 身体的缺陷 并没有吹垮他生活的影响 他以乐观向上的精神 凭着坚定的执着 开辟了自己的事业领地 他帮助带着残疾同胞 共同创业 为社会减轻不难 为团队成员引领前行的方向 处理开启美好人生的信息 我从2017年 创办了内蒙古飞梦残疾人 网络商贸有限公司 我创办这个公司的初衷 就是想为残疾人提供一个就业岗位 想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 让他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员工是有18人 都是重度肢体残疾 一大部分人是不能来公司上班的 因为他们这个是 有的是特别残疾特别严重 是躺在家里面的那种 只能通过一部手机 我们免费给他们开通网店 然后他们通过发朋友圈 然后做一些宣传 来售卖自己的东西 我想呼吁社会不要歧视残疾人 正常人能做的 我们艺人能做 并且我们能做得更好 像我们这种人呢 残疾人 一直呢 啥也都干不了 自从刘凯都到了我们那里去 朱子山 他开了网店以后呢 带领我们 我们也有了事干 让我们的心里感觉到了 我们的 真是我们是个有用之人 不是那废物 看视频 上澎湃